好的 主播 當地時間8號晚間 武裝組織哈馬斯疑似再度發動新一波空襲 從路透社曝光的畫面可以看到 加薩上空至少出現數十枚火箭 而正式對哈馬斯宣戰的以色列也持續發動攻勢 空襲加薩住宅區清真寺 當地爆炸聲不斷 火光衝天 位於加薩市的國家銀行大樓 也遭飛彈擊中 發出巨大聲響 路透社報導 以色列最新一波空襲 造成加薩地區超過370人死亡 而遭突襲的以色列死傷人數也持續攀升 美方決定加大支持力道 布林肯透露美方可能宣布新的軍事支持計畫 力挺以色列 美國防長奧斯丁也發出聲明 表示美軍將派出多艘軍艦前往以色列 包括航母福特號打擊群 這場尾巴衝突 短時間內戰事恐怕難以平息 以上就是我們掌握到的消息 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